大家好,今天是5月17日,星期一 最近因为科技股下跌,特别是高成长股的暴跌 让重仓高科技股的老李堂前的老李饱受压力 特别是来自频道粉丝的账户腰掌而受到了指责的压力 让老李萌生推移 我当时不以为然 认为像老李这种老司机出身的又擅长马萨基特技 自己给自己调配好鸡汤 喝了,几天后又会穿着绿色的帐袍 重新出场的 当时几天过去后 有无音信随机而来的是 其他播主开始出视频大聊此事 才知道这事情闹大了 不只是老李这样 还有其他播主最近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有些已经有一周多没有更新视频了 而以前却是一周有好几根 那这一期就让我聊一聊 对这些谈说美股自媒体的一些看法吧 其实我应该算是在YouTube上做视频聊谈说美股自媒体的第一人吧 当时饱受压力和点采 我去年9月份的就做了四期视频 分别聊 钱姐 贝奇 娜娜和老李 我当时我当时认为非常客观地评价他们 既谈到他们做视频的过程之处 也谈到他们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 实无全力地收到很多点采 被他们的一些粉丝指质 那几期收到的点采是我做频道 到目前以来 收到最多的几次 12月份 我第二次 也就在三个月之后 我又再一次地评价谈说美股自媒体 这一次写乖了 小心翼翼的 比较委婉的谈论他们的视频 的不同的风格 和钱大的吸粉能力 所以说这一次 他们的粉丝对我客气多了 脸上眼眼带一点彩 不光分析了第一次的前姐 贝奇 娜娜 还有老李 我又接着又分享了 另外几位后期之秀 包括美头军 贝拉辽 财经 Rain is here 特别是Rain is here 这位博主 很不简单 年纪轻轻就财务自由了 用业语 而不是用普通话做视频 还不用塞自己的股票账户 照样把视频做得有声有色的 其频道自从我推荐之后 从去年的十月份 到今年的五月份 粉丝从三万 涨到现在的十万粉丝左右 我自从十月份 做第二次评论之后 我认为 对他们的评论 已告一段落 以后就应该 再也不会做这方面的评论了 因为第一 美国股市自从十月份以来 一直在风涨 到今年二月份 不管他们推荐的 还是不推荐的 都涨 粉丝们和播主都很高兴 买什么 涨什么 播主们怎么说都是对的 粉丝们 登峰 都赚得盆满钵满的 不也乐福 每个人都是股神 我想我也无从评论 第二 觉得在这么高位 他们还这么乐观 老李在今年一二月份 说过买了二个基金 你就可以坦着赚钱了 他还说 我的投资组合以后 可以叫做老李基金 以后也可以像 二个基金一样 收取老李基金费用 我可以理解的 人到这时候 都会飘飘展的 老李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 去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股市蜂涨 尤其是高成长股 以及 阿克基金 表现更加突出 这也造就了大批 糖酸美股的 YouTuber的播主 这些播主 吸粉 惊人 重仓科技成长股 粉丝们也因操作业 大赚一笔 可谓各自赚得 蓬满钵满的 皆大方喜 这里面涌现了不少 开始才一年左右 就吸粉十几万 二十万的 网红 糖酸美股播主 他们不但在股市中翻了 做YouTube的收入 也是不菲的 一个月 一两万 对他们说是这场变化 还有随着他们的人气 暴升 他们走在路上 还担心被人认出来 简直是比双银还多了一银 成了超级的赢家 让那些 谈评房地产的YouTube 播主 忘成莫及 看看房地产的YouTube 播主 吸粉乏力 只有几百几千的订阅量 已经是很不错了 能做到五亿数的订阅量 有十个指头都能数出来 点击量更加可怜 同样的工作量 人家谈刷美股的播主 每期的点击量可以是六位数 而谈房地产的播主 一般是四位数 这一方面要说明 选择比努力重要的多了多 另一方面也说明 高分享 高回报 既然他们做的是高分享 高回报的事情 那最近发生的 在这些网红播主中 有几位宣布停播 或者是停止更新 就不会惊奇了 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今年二月份以来 美股风云独变 板块浓动 以前冷门的行业 如银行 理由 和REIT 变成了热门了 而 今年二月份以前 牛气冲天的高成长股 如科技股 和ARK基金 都被接近腰掌 按在地上摩擦 虽然纳指 离最高点跌幅不到7% 但是ARK基金的跌幅 却早已超过3% 而其中那些高成长的 个股 命运 却更强了 被腰掌 都算是幸运的 如OpenDoor Farsley Planetier Teladark Neo 甚至连特斯拉 离高点也跌了3% 但这些靠 评论高成长股 而一夜暴户的播主 今年来突然转赢为亏 也让超他们作业的粉丝们 播有微词 如果这些播主 只是分享他们自己的 选股的心得 甚至展示他们死旁账户 来吸引粉丝而已 不收钱 不开一群 粉丝 赚亏都跟播主无关 但是如果开 会员收费 教人如何炒股 这样 雄师一来 这些收费员会 还让人 亏惨的 博主 就可能招来被喷 这可能是我们这些 做美股 房地产 博主要吸收的经验教训 比如说 现在有好几位博主 在收费中最高的一档 都在 每个月 40美金左右 那这一年的话 差不多就是 480 或者是500美金左右 如果他们有100位 会员的话 也就是他们粉丝总量的 0.5%左右 还不到1% 那他们一年 光这个最高档的 会员收费 就有接近 5万美金 再加上他们做 YouTube的收入 还有其他 广告啊 还有券商的赞助啊 等等 那一年 三四十万 也不是天风夜谭 可以赶上 华尔街的 分析师了 另一个教训 就是有些 波主高过自己 马杀鸡的功效 这个在牛市中 偶尔出现 小的肥肉 还可以有效 但如果出现腰掌时 这种 马杀鸡的功效 能牵持多长时间 还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教训 不得不说的是 有些波主 虽然标榜自己是 中长期的投资者 但是在视频中 却经常出现 这样的标题党 今天写亏 一万美金 今天又写亏了 三万美金 等等 既然做中长期投资 为何还要每天 还和观众分享 这些意识的 涨感叠叠 这对于教粉丝 做长期投资 重要吗 还是想满足 粉丝的意识的好奇心 我想波主的心理 是很清楚的 这样做 只能引导粉丝 整天焦虑不安 特别在股市 比较动荡的时候 如果波主们 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起马杀鸡的作用 让粉丝们知道 他们的波主的账户表象 比他们的还惨 他们的心理 会好受信 但是如果他们 博主的账户 比他们好呢 这些粉丝 心里会如何呢 这种做法 是不是在比场 如果比场 是马杀鸡 那行吧 我也没什么 可以说的 我想通过这一次 风波 给我们这些 做YouTube频道上的 博主 上一堂课 尽情在任何情况下 掌控风险 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那些大的 博主 因为他们的话 会影响他们的粉丝 的投资选择 所以风险 风险掌控 在大的牛市里 更为重要 而不是一味的追涨 然后突然出现 二月份以来 成长股 被腰斩 搞大家都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好 这一期我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 最大的视频 请点赞 留言 订阅 和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